日本樂壇天后安室來美惠 相隔15年再度訪港 今次四天的行程 安室去了很多地方 亦做了記者招待會 以前安室離開香港 飛去新加坡繼續開工 但離開香港前一晚 他就出席蘭桂坊舉行的安室之野 接近200名神通廣大的粉絲 自動偶像會驚喜現身 當晚已經趕去場地守候 當晚安室大概11時現身夜店 大概有10名保安護駕入場 入場後安室走上DJ台 扭動蛇腰 拿起手機反拍台下的粉絲 現場氣氛非常高漲 安室得很Hyper 走上台又跳又唱 據知他和工作人員 當晚狂歡好喝10支香檳 單單喝香檳都喝了10萬港幣 嘩真是超豪氣 第二天下午 安室啟程由香港飛去新加坡 繼續工作 這次香港之行 相信安室樂而忘返 不知下次在香港見到你 會不會又是15年後呢? 我會不會再說 我會不會再說